天氣嚴熱,加上今天最高指外線指數是12,強度屬於極高 陽光曬下來,真的感到很辛苦 出街的市民沒有帶雨遮擋下太陽,就只要用報紙遮一遮,不用曬傷 天文台繼續發出浩熱天氣警告,並要測市區的氣溫最高到攝氏33度 並吹和換西至西南風 只望未來幾天,仍然天氣很熱 衛生署就提醒市民預防中暑 在戶外工作和活動的人士就要喝多點水 如果感動不舒服,就要盡快到陰涼的地方休息 而民政事務總署就開放了多間臨時避暑中心,讓有需要的人入住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岸成報導